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如这个图 有一个四边形A B C D 它的点点坐标分别是A是圆点 然后B的话是60 C的话是44 D的话是13 如要画D的四边形 A' B' C' D' 与四边形A B C D相似 其他点点坐标分别是10 40 32 D的话在某个地方 这个是ST 那么它问说 S加T应该是多少 如果两个图形相似的话 它任何对应的部分 对应的线段 都会是成比例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跟这个的比是多少 我们来取它的局部好了 取它的局部就是取这个小的三角形 这个是3 所以这个是1 比上多少 这个对下来的话 N做标是4 就是对到这里 就是说 这个大的四边形的这个局部 跟这个小的四边形的这个局部 它是每个线段都是成比例的 它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比这个会等于这个比这个 所以它是2比1 这是2比1 这一段比这一段会等于这一段 比上这一段 这是2 6-4这是2 4-3是1 也就是说这个图形 是这个小图形放大两倍 那放大两倍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 我现在来找什么呢 找这个大的图形的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的话 它这个 歪坐标是3 这个是3 这是3 这个多少呢 所以 它这个什么呢 它这个歪坐标 一定是它的什么呢 一半 这3的话 歪坐标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1.5 1.5 这T会等于多少呢 会等于那个1.5 1.5 这个是局部的那个对应线段 就是这一个跟这个 它是对应的局部线段 它再来的话 就这一点呢 到达这一点 这个的话也是什么呢 也是这个两倍啦 这一部分的话 是这个四边庭的一个局部嘛 这个局部跟这个局部它是相似的 好 那这个是这个放大两倍嘛 那这个多少 这一个的话呢 这个一个座标这是1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0.5啦 一半嘛 所以这一点的座标应该是1加1 1加0.5 这是1.5啦 那S加T的话就1.5啊 加上1.5 所以是3 所以这一体答应应该是3 2加1 7 9 9 谢谢观看